在这一边他要我们画这一个图 然后首先这个是60度 这边7cm 所以我在P这边画60度先 OK 所以我的60度的话呢 我就这一边原轨 随便的大小 然后撇 然后过后再来这一边再撇多一遍 这样这个就是60度了 OK 然后60度 我在这一边就可以直接画60度 然后接着呢 7cm 我们要7cm的话呢 我们在尺这边 插在0 开到7 OK 插在0 开到7 这一边这样 插在0 开到7 这个就是7cm了 然后我再插在Q 然后我这一边撇一撇 OK 然后这一个 这样连接过来 这个就是他的7cm了 好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个是R 我画出来的跟上面的这个有一点点不一样 不用紧的 OK 然后 然后 它要的是 perpendicular line 垂直的线 然后垂直于PR 经过Q 垂直于PR 经过Q Q呢 是在那一个外面的 然后他要垂直于PR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要插在Q OK 然后你刚刚的这一边这个R这边你这样 随便的 其实 然后这样的一种方式 然后接着这一点 OK 撇一撇 然后在这一边再撇一撇 这样你再跟他连接起来 这样就是垂直了 接着他要的是PR和Q的垂直的距离 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用尺来量 它垂直的这个距离 呃 你会拿到一个6点 5 6 7 8 OK 6.8 6.7或者是6.8的那个距离 OK 好 so在这一个 这一种题目的时候呢 呃 那个 老师其实是要看你这些撇 然后过后呢 他有时候他厉害的话 他直接看你的最后的答案 对不对 最后的答案对的 就很大可能是对的了